你喜欢拍照 是啊 因为我希望每一次去一个地方都留下记录 为什么 这个世界这么大 不是每一个地方你都可以再去一次 哈喽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柠檬 那今天和明天我有两天短暂的廉价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台湾狼就是最近不在我的频道上面有出现过呢 对 他现在不在高雄 那他呢就是被公司外派出去 然后去受训 那今天呢我们两个呢就是约好了 他从新竹去台中 那我从高雄去台中 然后我们两个在台中玩两天一夜 那我呢就是目前还没有一个人出去过高雄 所以呢这一段体验让我就是有一点点激动 有点像刚开始谈恋爱那一段时间 那一段时间的约会 对 好 那我现在收拾收拾就马上就要出发了 那大家 嗯 期待一下吧 好了那我们现在出发吧 先把垃圾提票去 那我们的垃圾房呢是在地下的一楼 这里地下一楼是我们的垃圾房 跟大家说一下 然后我这次呢是在网络上买的票 所以呢我现在不知道在哪里取票 但是现在时间又非常的赶了 因为我是8点55的高铁 感觉会吃多了 我现在进入结议之战 第一次要把五百五千元 到手提议公司感谢您的配合 电车再往起 左边是高铁右边是台铁 好多人 我要怎么取票呢 对啊 超简单的耶 完全不用身份证也不用肌流证 好厉害耶 哥斯 112 112 左边是高铁站 左边是高铁站 整个风格感觉像是工业风 整个风格感觉像是工业风 不是到台真的吗 我还在那坐着 看我的要开车了呢 笑死了 我还在那坐着 笑死了 我还在那坐着 笑死了 感觉好顺利耶 感觉好顺利耶 这一路感觉超顺利 这一路感觉超顺利 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 我终于上车了 这就是台湾的高铁座位 那我上车的时候呢 感觉没什么 但是呢 等我看到这个座位之间的空格的时候 我真的是惊呆了 这边钢铁的空格超宽的耶 给大家比划一下 你看我的手伸过去哦 我都要向前倾才能摸到前面的座位板 真的是超级的宽 我的脚都可以伸直了 以前从来没有伸直过呢 真的 美好的体验 超级的舒服 好呢 它现在要开了 那我们来体验一下台湾高铁的速度吧 左银站 拜拜啦 我们要出发了 哇哦 看天上的云飘得如此之快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台湾的高铁速度有多么的快 它的速度快到我的耳膜一直在嗡嗡的坐向 而这种感觉我只有在飞机或者乘坐很快的电梯当中才体验过 所以大家就能看出来台湾高铁的速度了吧 看着窗外的景色 我不禁的想起一句诗词来 绿树村边河青山郭外邪 青山郭外邪 下车楼 真的超快的 我现在好像提前到了 那我现在是已经到了台中 对没错 我现在是在台中的火车站 然后呢 我不知道我老公在哪里 因为它是从新竹 然后北下 对 应该是北下吧 然后我是北上 对 就是凑在一起的一个 那个就是在台中 这个高铁站这边会合 对 我在这边跟他会合 但是我现在就不知道他在哪 人呢 我怎么没有看见人呢 出站口就在这了呀 哦 我老公还在火车上 他等一下才要 才要到 他现在在厚里 厚里在哪里啊 不知道诶 哎 不知道 要不我坐着等一会吧 北上车辆 哦 所以我是北上 他是南下 我应该在南下这边等他才对啊 对啊 对啊 在南下这边的 站台这边等他 等他 等他好了 等他好了 已经有人下来了呢 不知道是哪里人呢 我老公应该很好辨认的 就胖胖的 就看谁胖胖的 就是我老公 耶 奇怪 怎么会这么久呢 零零点点的人 但是就是没有看到阿姐 他还没打电话给我呢 以后还是得约好在哪个点 集合才对 不然这样人太多了呀 找不到啊 你是谁 你是谁 那你 你怎么在这里啊 因为我跟我老公也好在这里 我们 你们到台中了啊 对啊 两天 两天啊 是哦 群群对不对 对 特别到台中吗 是啊 是啊 太巧了吧 台银 对啊 台铁 嗯 往这边 往这边走 我还没来逛过台铁的这个 是哦 台铁好像跟 跟高铁好像 不是一个公司的吗 为什么不用你同一条铁道 哈哈哈哈 他口 入口不一样 是啊 还有地铁站 还有那个火车站 哦 他的搜票数不在一个地方 嗯 应该是这样子吧 嗯 新屋日站 就是台铁的一个站点 对对对 台铁 这边是捷运 这里 台铁新屋日站 你知道要坐哪一个站吗 护理站吧 护理站 哎还是我老公已经在这边了 你要问一下他 等一下你别买票 然后他就在这里了 对啊 我等一下打个电话给他 好了 拜拜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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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变瘦吗 你要哪一个 有啊 我收了一个 你可拉的好不好 你要吃哪一个 原味的还是起司的 起司的 可以 你干嘛像头盔狂一样 你看这个 看这个干嘛 好水 哇 这是水哦 怎么长得跟火车头一样 就是火车头 哦 厉害耶 做成火车头的水 要做火车 为什么 台铁就是做这一碗 是哦 土溜满 好了 你才傻呢 啊 半个月没见 你就想要挨打了 你是不是 皮痒呢 你才皮痒呢 每月不见次很多艺人 哦 你要骂我了 我在录我 我现在在录下来 你要骂我了 对 你要骂我了 你要骂我了 上面写着电车 电车 电车 那是不是跟日本的电车一样 哇 哇 哦 这就是那个哦 台铁哦 对 这是捷运哦 台中的捷运哦 我看他搬的都是人 哦 真的耶 全都是人呢 大家都要去那边 是哦 那有可能都租不到车了 就不用了 真的假的 是哦 这种在电车旁边的房子 真的蛮像日本的人 是啊 特别是一些有年纪的房子 一些有年纪的房子 就是老房子 就是日记时代节 哦 这场景真的很像我看到一本小说 这本小说叫什么 一个人的房子 所以不是只有我们是观光客 所以不是只有我们是观光客 我们是三两层起的 嗯 那为什么要打零啊 打零就是要走了嘛 哦 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边是怎么玩的啊 我们现在在哪呢 厚里马场园区 这是妖妹推荐我去的 那个马场 就是我们要骑车的路 真的 那我们从哪里骑到哪里 哦 天马上 哦 那我们要怎么骑啊 你规划一下 直接把我们租的车车 直接把我们租的车车 因为下面他们是一天 看客户 我们上面都是别租我们的客户 直接把我们租的车车就好了 好啊 这就是我们租的车车啦 它一台是五百块 然后我们租两台一千块 大家觉得贵吗 它是电动的 应该还好吧 嗯 然后这种双人车就是一台七把 但是阿杰说他 他想要骑单人 阿杰在前面 哇这个场景真好看 太美了吧 这边的房 我今天早上六点钟 快七点钟起来的 我一直在想我会不会忘记什么东西 因为我太常忘东西了 不是说很难咬是不是 嗯 好像很难咬 他人会自己就要难咬 慘了 我现在想起来了 我忘记了我的充电线 太大了 嗯 加入战场 你看他现在变得跟他在跑 为什么阿杰还会喜欢看狗吵架呢 我好喜欢看热闹 嗯 对 连狗的热闹你都看的 对 好吧 今天天气还不错 然后又在这里 这种特别漂亮的地方去拍外景 然后整个心情就非常的好 我的直男老公很少自己去做攻略 这次 这是他第一次做了一次 比较完整的一点的攻略 是吧 一次都有做啊 哦 是吗 是啊 屁啦 只是你每次都变了 哦屁啦 不要相信他 我没有 那你昨天说什么 我本来一开始就是说 其实是乐坛的 后来我发现是乐坛太远了 所以我们就赶到来台中这边骑自行车 来车台真的要满婊子 然后在他们满多年来搞 我听不懂 天气要满好 天气很好 这么简单还要开 我拍个美美的游客招 下指数完全没问题 油牙 重量 炸破 然后 1 秒 1 秒 1 秒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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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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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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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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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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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1 2